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 就是我的休息天 剛剛早上出去和朋友喝了點咖啡 今天想跟大家說點什麼呢 今天我決定在家把我的夾克還有包給 就是給打一個油 這個打油主要是做防水處理 因為在這邊的話 就是這種天天穿的夾克最好都是 就是帶一點防水效果 因為這邊很少會有用雨傘 然後現在防水的衣服主要有兩種 一種就是比較高科技的就是那種 就那個叫高tex是吧 那個 drawtex 還有就是比較傳統的方法 這個就是wax那種打油 然後這個就類似於過去經常說的油布 所以說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油一般會用什麼油 這邊主要打油主要用的油是這個filsen的這個油 然後要用到另外兩個東西一個是電吹風 還有一個就是布 電吹風的作用是主要是通過高溫讓油化開 然後可以讓這個油更好的近視在布上 這樣可以更好的進入到你的衣服裡 那下面不多說 我就現在開始準備動手弄 這個就是我馬上一會兒要打油的這個夾克 你們看由於長時間的穿 所以說你基本上這個衣服上已經看不出來有什麼油漬的效果 所以說這樣的話它的防水效果就會差很多 所以說今天下雨的時候你看它那個雨水很容易就把這個夾克打透 但是如果打了油以後應該就會好很多 所以說我們現在開始準備左手弄這個東西 首先我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要用這個電吹風 把這個油溫度把油給放開 好經過一陣吹過以後呢 它表層的這個油基本上已經化開 這樣的話很容易就可以沾到這個抹布上 可以看見了嗎 然後這樣的話 就從一個地方均勻地開始抹油 這個油就在這邊抹就可以了 好 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蛮花费时间的一个工程 就是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把把油给打上去 这个要清打得很均匀 这个衣领的地方 你们看打过油的地方就进了油渍的地方呢 就会看起来颜色有点深 它这个油就是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的 就是不会像别的不同内容 牌子的油味道很难问的 这个油有那种植物带出来那种很香的那种味道 基本上这个打油的过程就是一点一点的 你们可以看这个打过油的地方呢 这个就会开始发亮 这种衣服可能现在国内很少有人会去穿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衣服 因为这种衣服真的很方便 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穿不同的季节 所以说你永远不用去考虑今天看天穿衣服的那种 我管这种叫战俘 新西兰的战俘 好今天是就是拍秀拍到这里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个过程 一会儿打完了以后 会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工作成果 一会儿见 拜拜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刚讲一件夹克油就打完了 所以说你们可以看见这个油在灯光下 应该可以已经看出那种油自浸湿的这种感觉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把它挂到这边 用电推风对整个衣服进行加热一下 这样的话油它不会干在表面 然后磨损掉 它会油就是变成液体 然后整个渗透到衣服里面 这样形成一种一定的这种折热和防水的效果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种一件夹克 这种保养 你看像它有的这种水痘 这种很确实的纹 这样你进去烹几后才会变成这样的那种 然后下面我要去打一个包 给一个包也是上油 也是同样的方法 大家好 现在我要给我的这个包打油 你们看看 现在可以看就是那种卡其色的泛白 打过油以后 颜色应该会加深 同样的方法 所以说我就不在这边跟大家展示了 我先去专心去打 打油打过以后 然后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包打油也打完了 这会儿大家可能看着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色差 一会儿等油全部干了 然后就没有这种色差了 然后随着你用的时间越长 然后你的夹克包裤子都会有属于生活的印记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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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